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學 大家晚上好 現在我們首先請大家看大屏幕 這一張琴呢 它名字叫做大聖音 是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製作的 這張琴不僅是國家級的文物 國寶 它也是到現在還能夠使用和彈奏的古琴 那麼大陸對於以前呢 它剛剛已超過一億的價格被拍到了出去 那麼這個呢 是現在我國掀起古琴熱潮的一個縮影 我想大家可能也看過 由精神武 梁朝偉主演的詩碧 在詩碧這個電影當中呢 梁朝偉飾演的周瑜 用古琴和精神武飾演的朱德亮 進行了一場無聲的交談 我想這個也是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個電影 那我們再回想一下 在奧運會的開幕式上 我們也看到有人在彈奏古琴 那麼現在我們同學也知道 在成都就在這段時間 我們正在舉行國際最物質融化一場集 那麼在這個非議節上呢 古琴也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藉著這一節的機會 今天我們非常有心請到了 著名的作曲家 音樂學者 古琴家 陳公亮先生來到我校講學 那麼在這場演奏會呢 這場講座當中 陳老師附近會用我們做一場非常精彩的講座 也會用演奏樂曲 這個是這個演奏會的一部分 那麼第二個部分呢 這個我們會把這個時間交給台山的觀眾 和陳老師進行互動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希望各位同學能好好把握 積極的參與 那麼再順便說一句 陳公亮先生呢 不久以前 剛剛在國家大劇院 舉辦過古琴古蹤音樂會 使用的就是剛才大家看到的 這張大聖語音 這張來自唐朝的古琴 那麼現在 我們有請陳老師 為我們開始他的精彩的講座 謝謝 謝謝老師 神川大學 今天很高興,來做這個講座 正好是晴慧 今天是離會,上會 參會的人都離開 我想在劉時開,在四川在玩一玩 在把這個實驗裡面聯絡我們在做這個講座 我是沒有準備的,沒有準備的 我想沒有準備可以隨便講一講 同時呢,在我們中國大選的校園裡面 相對講說還是有言論的自由 這個是敏感之法 可以隨便講一講 因為我幾乎不參加社會活動 也很少參加這個同情音樂的一些會議和演奏 因為我每天,我因為我年齡 我知道我年齡已經很大 應該在家裡過自己的日子 我每天是上來 幾乎都在我們校園 我在南京一直去 我學校的特別有個公園 叫古林公園 我每天在那邊上來 在那裡放一上去,下一個封策 每天放封策 在那邊喝茶,慢慢聊天 就有很多朋友 大部分的同學,大部分的同學 我覺得我不應該參加太多社會活動 我剛剛正想給你講到這個大聖民營的拍賣 這種拍賣就是一個商業情侶 我是絕對不參加 但是呢 北京的電話打來以後 我當時我就答應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大聖民營這個情侶很不容易 這個堂琴 如果我去參加這個活動 很可能我是最後一個 談這個情侶很快 因為這個情侶 在三年以前拍賣是890多萬 這是當時最高的 那麼過了三年以後 它再次拍賣 到了1.15億 已經在前幾天成交了 我是從北京這個英尤會完了以後 我就去了一趟周三晚 後來又到長沙 在湖南師範大學 做一些講演 後來以後 從湖南師範大學結束了以後 我就到四川 那麼在湖南師範大學的時候 就大概十三天以前 我就直接聽說這個情侶已經成交了 就是1.15億人民幣 那麼我想日上情 它拍賣了以後 它不可能今天拿出來 就肯定是藏起來了 也可能永遠沒有再去談這個 所以我會參與這次商業的活動 這個是一個潮州的活動 那麼就是一個機會我可以拍賣去 那麼這個情確實是久德具備 就是它非常松脫 可以說它的情的款式 就是陰色各個方面 那個陰色的松脫 温潤 這個幾乎調不出去 調不出毛病 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情 所以我想我可能是這個情 最後的一個人 談過這個情的 這是因為剛才講的 大臣的理由我身邊想這個事情 那麼這個前一段時間 我們就是在開這個 古琴這個會議 開這個古琴會議 這個古琴的會議就是 我在四川已經舉辦過好幾次了 我以前來過兩次 第一次在95年 第二次是2007年 2006年到2007年 2007年 這一次是我第三次來 也不停 中間也過了很長時間 這個每次參加這樣大的活動呢 總是會對古琴進行一番宣傳 一番詮釋 還有呢有很多演奏 很多演奏 也有很多發言 也有很多發言 我總感覺 每次這樣一個 這個 官方 半官方的這個活動 只是由 對以前的解釋上 我覺得 會有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 那麼這個會議上 它這個 古琴的會議上 它都是 就是 我覺得每次開會都差不多 內容都差不多 然後古琴的傳統文化 就是這個這個 有主播的偉大藝術 等等 這個傳統文化等等等等等等 那麼 那個藝術會也有很多人演奏 每次的程序都差不多 就是 開會的人 也差不多 也是同那些人 演奏的曲播 也甚至那些 要來去 去冰山會議 黑花山洞 總是 流水 天安水運 那麽 我覺得 有利 這種會議 也有 也有很多問題 也有很多問題 首先 現在這次會議呢 是 在那個 2003年 這個 古琴 被列入 列入 列入 市井環遺產之後 進行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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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是在 臺灣的南華大學 在那教書 那教書 教書去以後呢 那麽 大概我是 九月份 十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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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十月份 我所在那個 戲裡面做一次講座 那次講座的就是 比如是一般性 談談情話 講一下古琴的場所 談談我自己的一些 警惠 和我研究幾次的曲子 那麽那時候 正好 是聯合國 把古琴 做一次情話 遺產了 正好是大概 一兩個月 那麽我當時 我就講 我說這件事 是個好事情 但是我非常擔心 擔心 擔心這個古琴 這個入了市場以後 會出現兩個 負面的東西 一個是古琴的商業化 一個是古琴的政治化 結果這兩下 我覺得 都是很不幸 都出現了 而且是 非常的 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囂張 一切 這個古琴 從事古琴的人 很多 在北京 聽說就有 八九十的警官 八九十的警官 裏面有一些 談得很好的人 也有一些 剛剛學幾首曲子 就開琴館賺錢 那麽 這個 古琴的一個琴 原來是 我記得八十年的時候 也就是 賣幾百塊錢 一家 後來賣到幾千塊 那麽我覺得 如果做得好 賣幾千塊 也不是很貴 那現在我家還漲高了 甚至你可以賣一兩萬 都可以 但是現在的情況 就不一樣 就是 炒出的非常厲害 這個琴可以說 一百幾十萬 或者怎麽樣 但是 這些現象 我覺得都 我都覺得是 非常不好的 那麽 這裏面 一個 我就知道 有很多 通過賣錢 通過造錢 是 騙錢 騙錢 這是 全國各地都有 而且 這種情況 不是各地的 所以我希望 這個 四川大學的 古琴社的同學 你們 也要 擦亮眼睛 擦亮眼睛 那麽我覺得呢 這個 四川熱情 我 我接觸一些 我接觸比較多 就是 整個 真正未來是 驕傲的 相對來講 就是 比較健康 比較健康 有你們 四川大學的 古琴社 我覺得相對來講 比較健康 就是 一個 琴的 這個 古琴的 一個活動 社團的活動 你接觸琴 你彈琴 或者琴 對你心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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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樣的位置 所以 我這次 這個 這個 講座的節目 叫 《與美麗的精神相遇》 《情樂》 副標題就是 《情樂》 傳承中的 《打破》 和《注重》 為什麽說 《與美麗的精神相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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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琴 我 抱的 出發點 我沒有一個 雄心壯子 我要為 我 這個 古琴事業 做多少貢獻 我沒有 我沒有這個出發點 我的出發點 這是 與美麗的精神相遇 就是 我在 彈琴的時候 給我自己 帶來很多 很健康的 很美好的 幫助 那種 心理上的 心理上的 這個 神力上的 都是 非常美好的 那麼 我是 以前我是 我原來在上海 運軒的 在 浦中 我是 學過古琴 那個時候 從 19 19 從 1957年的 秋天 開始學 一直到 1960年的 學校 學了三年 我學了三年 我學了三年 後來我到大學裡面 我是 就是 學那個 作曲 學作曲 那個時候我對古琴的興趣 已經不是很濃了 那個時候就學作曲 在大學學作曲 學了五年 後來我 從上海運軒別的以後 我就 中間到那個 貴州 這 邊緣地去 貴州去 去 歌舞台裡面 去歌舞台 我覺得這個 演奏也好 創作也好 搭譜也好 搭譜也好 你的 你彈琴的目的 你是為 為自己 為個人 如果你從這個出發點 你彈得清 如果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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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法上面 都沒什麼問題 那 就是你學的路子是很正的 的話 那麼你有這麼一個出發點的話 你彈得清 一定是 很美的 一定是很美的 因為 為什麼呢 就是相對的講 如果不是這個目的 不是 不是 不予美麗的 競爭加油 或者你有其他的目的 或者是政治的目的 或者是金錢的目的 或者是民意的目的 那麼你在彈琴 彈琴的時候 一定會出現很多 負面的東西 很不好的東西 我很少看到那種 就是 暫時很多的人 會談好的局勢 會談好的故事 會談好的故事 所以現在 我也見到一些 彈琴的 他今天是 今天發的那個 兩面這個 如是說裡面的 情況 就是彈琴之前 他是講很多大道理 講很多哲學 真正到彈琴的時候 那個情勢 看得很差的 那麼 那很多人 就是這一部分 往往用 這個 一些大道理 一些哲學 一些文化 來遮蓋他 這個 彈琴的 這個 水平 那麼我覺得 本身我碰到這樣 我老覺得 他們是在 裝神弄鬼 裝神弄鬼 這個情況 是非常多 有的 有的 彈琴界 有很多 就是 把自己 宣傳和操作的 一個很神秘的人物 神秘的人物 那麼你 如果說 他談得好 還談得不好 第一次解釋 我就是 不熟悉古今的人 他會被蒙蔽 會覺得 唉呦 這個很聖老 其實 這些人 談得很不好 嗯 我在有一次 講座的時候 那麼 很多人覺得 古今很神秘 他們這麼有名的人 名氣很大的人 只能聽起來不好聽啊 那 那 是不是我 水平不夠啊 嗯 自己呢 我就跟他講 我說 你如果聽這個人 彈琴 彈得不好聽 他就是 彈得很差的 你覺得這個琴 彈得你覺得很好聽 他就是 彈得好的 就是這個狀態 就是這種很 自然 然的 就是你的感覺 是正常的 你不要 就是 因為 古今 發生很神秘 你到後來 你連自己都不相信 不相信 因為 社會上 有這麼 這麼一些 大家 比例 並不是很小的 而是 覺得應該 對 很大的 情深的 同學們 做個提醒 這個 古今的 現在 就是 商業化 政治化 這種情況下 那個各地的政府 他也希望 古今 做一些 古今的活動 有什麼 能夠 提升 提升 這個 地區 或者政府的 形象 是他們的 政界 那麼 這個時候 他們對於古今 實在 內在的東西 他們是不清楚的 古今的功能 他們也是不清楚的 情談好 他們壞 藝術 怎麼樣 裡面神位怎麼樣 他們是無所謂的 他們是對他們 才是完全無所謂的 這就是政治化 這就是政治 參與了以後 藝術 我們中國 就是 長期以來 這個 藝術 不是藝術家的藝術 不是藝術家的藝術 是政府 告訴藝術家 你應該怎麼創作 你應該怎麼表演 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這種現象 我想我為你們多講 大家都非常清楚 好 好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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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繼續看 這個 就是我們開 譬如說 我們這次開會的時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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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甚至 佛上戴了什麼 士兵畫 全身的這個帽子的 一些 行家 但不都是 他們是很差的 他們是非常差的 好 現在是用得來比較好 現在是用得來比較好 那麼 很熱鬧 很熱鬧 因為我不太關心 我也 也不想看清楚 後來慢慢知道 很多 城市 為了這個 全身的 這個 爭當 這個 爭戴這個帽子 打得不可改進 很醜陋 平時講的 古琴的文化意義 古琴的道德功能 那 秦者敬也 敬至於邪 以正人性 譚經總是這麼講的 一正人性 什麼 為什麼叫一正人性 那就是古琴的道德功能 做人辭最重要 最後 而且 正好在這個圈子裡面 做那麼很多醜陋的事情 大大部的派對 醜陋 那 這是古琴裡面 你不要看古琴 這個圈子 那麼優雅 那麼道德 那麼高雅 那麼高不可拍 實際上 實際情況 並不是完全是這樣 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人 他是 為古琴 他很熱愛 很喜歡 他才見過的 是為自己 是為自己 為自己 這個調養自己的心靈 調養自己的心靈 做藝術上的享受 這些人情會 他們比較好 他們 談情人之間的關係 也應該是 比較健康的 我希望 全大的 談情人 這個同學 也都是這種心靈 也會是很健康的心靈 也會 有這樣的心靈 會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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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關於這個 現在我們 關於這個 談情界的一些 情況 你們會聽到一些 但是在報紙報道 我這次政府宣傳的 他絕對不會講這些事情 他絕對不會講這些事情 絕對不會講這些事情 那 我今天應該 完全請忙 告訴大家 就是 我想很多朋友 應該 應該知道 自己想 應該知道這些 那麼我現在也想 給大家 談談社區政 謝謝 我現在想的 我都是有犯案的 这个庭它很有意思 在汉本庭的时候 还是庭 最早战断的庭 是这个庭 战断的庭是庭 是庭 不能这样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庭是庭 所以我想 我想那个时候 演词的局面就是很简单 到汉代的庭 还是办法 但是我现在 一个我一直到我中国的时间 就是说 汉代到庭代 这个变化很大 变化很大 而且庭代以后这个庭 庭的形式变成全向庭 而且又十三个会 所以说 它怎么变得 变得这么武定 到唐代 唐代的行 这个秦的形式 大的结果 再也没有 这个十三个会 这个十三个会 有些轻移 十三个会 那么这个 六三 容易 关脚 前头 尖 腰 有秦司 有秦司 有一些行政 也叫 不瞎设 中立司 都有很多秦司 神仲 不稀设 但是呢 中立司 这个不是中立司 中立司的体制 差不多 在 尤其中 当中的一半 就是一个样子 这个是一个大的 就是 你看到 就是 这个 中立司 还在 那么 那么 这个 九代 唐代 那些 几乎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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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一个 十三会 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 十三会 在尚会 它幻灭 这是 这是 一三 到 呃 呃 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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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它会 有 三 比如说 我们第三天 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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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修灭 可是 到 有 那么 后面 反映 左右 就是 制作 这 就是 就是 这个 就是 我们从一开始 这是暗影 这是暗影 这个是空间 还有三点 三 半影 就是用手指变成位置 这是暗影 非语言 是传媒 这是暗影 是暗影 这是暗影 是暗影 这是暗影 是暗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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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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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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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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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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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